這個地方這個圖不用了 不用存檔 所以可以把它關掉 它只是暫時性的一個檔案 所以不需要給它一個名稱 好 接下來的話做完了 那我們要怎麼樣打字 字要把它打上去 而且要長得像這樣子 怎麼做 題目裡面有相關的規定 所以你這邊的話再看一下 裡面的話它就說 新年快樂這幾個字 然後要做什麼呢 標開題 20點 水平縮放90 間距440 還有色彩 那它已經跟你相關的規定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首先的話垂直文字 特別注意哦 文字有分水平跟垂直在哪裡 你只要找到T T的地方按下去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也叫垂直文字 OK 那你可以怎麼樣 直接在這邊點一下 垂直文字 然後呢我們在這個上面 如果你覺得在這邊上面 覺得不好作業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吧 這邊做完之後再移過來也可以 把我這邊點一下 那我等一下再移過來 這樣會比較清楚 不然等一下會感覺好像會被擋住 接下來的話請各位注意一下 點這邊一下之後 你可以輸入那個新年快樂四個字 好輸入上去之後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可以選取 因為你現在是用T的這個工具 接下來我們要改變的話呢 有個關鍵在哪裡 第一個上面標開題 請你把它選標開題 20 再來的話呢 還有水平間距跟那個 跟它的那個字的間距 怎麼設定呢 請你找到 這邊有一個 有個像文件的一個圖示 最右邊 把它點擊開來 這邊可以設定 請各位注意一下 請把這個 這個地方有個VA 其實這個VA指的是什麼 VA就是字的間距 那水平說放在哪裡呢 水平說放在這裡 這邊有個水平 一個T的這個地方 當然你游標放上去 停個大概三秒鐘吧 它會出現 告訴你說這個功能叫水平間距 游標放上去 它會出現什麼呢 叫做字圓的間距 所以這邊的話輸入440 不過你會發現 如果你44是這樣子 440是這樣子 意思就是說 字跟字之間的距離 當然如果你設更小的話 10的話 幾乎沒動 所以至少要比那個字還大 大概30 有沒有 動一點點 我們是440 那再來的話 這個T的部分是什麼 水平說放 那什麼叫水平說放 預測是100 如果你打200會怎麼樣 有沒有發現200變這樣 也就是說那個字的寬 它原來的字 字的那個縮放 水就是橫向距離的部分 90 那顏色部分的話 它什麼顏色 題目是說要 200 253 208 所以 253 208 再加一個0 好 就這個顏色 按確定 好 確定完畢之後 我們基本上就完工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將來 就是用那個垂直文字之後 你可以在旁邊打 你直接在這邊打 有時候會被擋到 那直接在這邊打字 標凱體 或者直接在這邊設定也可以 20 然後再改哪個地方 1 這邊2 然後再來就這個地方 3 這邊4 這邊5 記得是從這個按鈕裡面叫出來的 做完之後記得怎麼樣 再打個勾就可以了 這邊不是有個打勾 打勾之後呢 它就把我們把字放上去了 好 接下來這個面板就給關掉了 那再來怎麼樣呢 用移動工具 把這幾個字怎麼樣 慢慢移動 移動到哪裡呢 新年快樂 但是有時候會過頭對不對 怎麼辦 向上 用那個鍵盤 向上鍵 按個兩下 感覺 哇 合起來 不錯 剛剛好 不過也是算過的 因為那個題目已經有設計過了 所以 會是剛剛好的 那如果不剛好 沒關係 你把那個440 那個數字 你可以看再大一點 再小一點 那也可以再調一下 那如果那個水平間距寬度不夠 或者太多太少 你也可以再自己調一下 最後做出來就像這樣子 那你也可以看到這邊 會多一個圖層 叫做新年快樂的圖層 就在這邊 最後呢 請各位 把這一題呢 另存新檔 存起來的話呢 也許名稱 我們上個禮拜是叫102 你可以這邊的話叫做102完成之類的 給他一個名稱 然後再把這一個檔案 傳到雲端上 就完成今天的練習 今天的作業絞交 那再來就思考一下你的變化題 還有切記一個問題 一個一個一個 就是說 因為我有 用軟體 檢查一下 你們的作業 發現有人 你把你的作業借給別人 你雖然是好心 可是你也害了你自己 因為絕對不可能有一個檔案 因為你做完之後 不可能有一個檔案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那如果一模一樣的話 那只有時間不一樣 也就是你把你的檔口給他 傳到雲端上去 那到底是哪一 那在這個地方 你作業部分的話 我就會當成是你們之間 這個是有問題的作業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問題不要發生 那如果你已經有這個問題 當然自己稍微檢查一下 這個是程式都可以檢查出來的 盡量不要有這種問題發生 千萬不要以為說 老師都不知道說 你們其實會互相拿檔案 別人檔案來call這個問題 那我當然希望說 這個是你要自己做完的 OK 那今天的話 大概就是 把102這一題做完 那下個禮拜的話 我們就繼續 會再看那個104 那再下下禮拜 大概106 然後再來也許就是 108或110吧 108、110好像問題比較大 或許會跳202、204之類的吧 那這些題目其實 有一定的難度啦 不過我覺得這些題目 如果說你可以做到熟悉 做的至少沒有問題的話 相信你在Photoshop這方面素養 應該是比較沒問題 當然我也強烈建議啦 如果你大概 對於你的未來 是希望能夠更好的話 也許你可以去拿個相關證照 我覺得這是有其必要性的 因為以前好像有那個 就是同學是中文系的 結果拿了一些 Adobe相關證照 去面試的時候 欸頗受好評 他說啊 你是中文系的 怎麼會有 考這些證照 他就眼睛一亮 那大部分在面試的過程當中 其實都是還蠻不錯的 還蠻受到肯定的 至少就是你的態度是至少 比別人更積極的 OK 這部分請各位